众生苦乐历衰等一切世间所作法 信了应献同其事,以此苦度诸众生 前面所讲的是这个布施,现在是讲了同士 这是所说的四舍法 众生苦乐历衰等 这苦乐历衰属于八丰 八丰也是乘积苦乐历衰得失 成就是称赞你,就是说你好 用种种的言语来赞叹你,称赞你 你真是一个大修行人,你是修行中的一个圣人 你是开悟的善知识,这都是称赞 啊,你真是了不起了,你真是世界第一 称,积就是积风 积风呢,就是你不够这个程度 他说你够了,明着看是赞叹你 实际上就是积赐你 令你听见很不舒服的,这叫积风 称赞的风,和这个积赐的风,和这个苦风,和乐风 和这个利益的风,和衰败的风 衰就是衰败,这种风 得就是得的风,失就是失去的风 有的说,又是说毁于,毁就是毁谤你,于就是赞叹你 这个世界啊,就是这样子 你再坏的人,他也有人赞叹你 你再好的人,他也有人毁谤你 所以这都叫疤风 人家一赞叹你,你高兴了,这也被风吹动了 人家毁谤你,你不高兴了,这也是被风吹动了 这个风啊,就是这个,好像一阵风似的 把你吹得摇摇欲晃,摇摇欲倒 吹得要倒的样子 一切世间所做法 所有一切世间呢,所做的 这种种的法,就是所行的,有为法 细能应现,同其事 这个,诸佛菩萨,细能应现 啊,这个世间所有的法,他都能现出来 再苦的事,他也能啊,去受去 同其事,同你啊,去受这种的 苦啊,乐啊,称啊,积啊,积啊,得啊,施啊,回啊,鱼啊,都和你能同受 以此普度诸众生 用这种的,种种的,同事的,这种方法,来教化一切众生 讲这个八方 啊,我也想起那个苏东坡了 这个苏东坡啊,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人 并且啊,也不是净讲口头禅的 他也有修行,也用功啊,有一点警戒 有一天呢,他打坐,就见着一点警戒 他在那正坐着呢,教的自己啊,就现出一个法身了 这个法身呢,现出来就在那个,顶礼,十方诸佛 顶礼,十方诸佛啊,他就说了 因为他很有学问的人 他就说,啊,棘手天中天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啊,他又看见呢 十方诸佛来放光啊,来照他 啊,他自己啊,也就得到这个光一照啊 啊,也就啊,有一种反射,啊,也有光了 啊,这光光相照,啊,便照三秦大秦世界 啊,他就说了,啊,他说后光照大秦,啊,这个景戒是很不错了 啊,啊,啊,他又啊,看见呢,十方诸佛都在那个,金帅的莲花上坐着 啊,他自己啊,也坐在,呃,那个,金莲花上了 啊,紫禁莲花,他就说了,啊,在这个时候,真是,八风吹不动 八风也吹不动我了,端坐紫禁 我啊,端端正正的,在这个紫禁莲的莲花上啊,坐着 啊,他做这首祭送一个,一看自己啊,啊,这个首祭送真是好的 真是开悟的祭送,赶快啊,就叫着一个,呃,工人呢,嗯,他在江南呢,这时候,嗯,叫这个工人呢,就拿着这首祭送啊,走到江北宴上啊,去给这个佛印禅师来看 啊,说你看我这也是开悟了,啊,我这种警戒得了,哼,你也,大要是,也没有这个警戒 啊,给佛印一看,佛印禅师看过这个祭送啊,就给,呃,披上四个字 啊,四个字,说什么呢,说放屁,放屁,啊,披上了四个字 说拿回去给你小事去看去了,这工人也不认字,工人要认字,大家也不敢拿回去给这个小事看了 因为不认字啊,所以这个放屁,他也不讲得臭味了,也不讲得,呃,有什么关系 所以就拿回去给苏东坡一,一看,苏东坡一看 啊,这大发起脾气,说我这开悟的话,这个简直的,你说我这个放屁,放屁,这岂有此理,啊,把这个衣服穿好了 我去,呃,要打捏这个,打捏这个,呃,没有头发的和尚,啊,他从江南呢,啊,就跑到江北院了 啊,江北院,你怎么骂我啊,我写那个,守开悟的祭送,你说我是放屁,放屁,啊,哎,佛印禅师说,哦,你真是八风吹不动哦 可是被我两个屁就把你绷过来了,从江南就绷到江北来了,啊,你,现在你开了个什么屋啊,我问你 苏东坡一啊,你一臂真是的,哦,他放两个屁就把我从江南绷到江北来了,这两个屁也是个风啊,这个风,啊,就把我,没有放炮呢,就是放两个屁就绷过来了 所以自己吹头上去啊,都是把火虚再从头练 一切世间众苦患,深广乌鸦入大海,与彼同事戏能忍,令其利益得安乐 这四句祭送,是说的这个菩萨和同事 一切世间众苦患,就是说,所有的世间众苦交间 这种患难,这种患难,深广乌鸦入大海,这种苦难呢,有多少呢,没有压迹那么多,就犹如大海一样,是深不可撤 这个,有多少呢,是深不可撤,没有压迹那么多,就是神不可撤 那么多,这种患难,是深不可撤,是深不可撤的 能忍 菩萨能忍 这一切众生啊 看见也就都能忍 令其利益得安乐 菩萨 令这一切众生 在这苦难之中 不教得怎么样苦 还能得到利益 得到安乐 能把这一切的苦难 都脱离了 得到永远的快乐 这是菩萨同事的一种行为